不过我们要来看到的 还是跟经济议题非常重要的面向 就是通膨还有罢工了 尤其我们来看到 我们帮大家 其实现在很多的英国媒体 都会整理这一张叫做罢工日历 其实从每个月 尤其从去年的12月开始 几乎我们这样讲可能有点夸张 可是对很多的英国人民来说 的确是这样子 好像天天都在罢工 这是我们这个看的 去年12月的罢工的日历 你可以看到从7号到31号 等于说在他们重要的假期的 这一段时间几乎天天罢工 而且包含的层面有哪些呢 像是交通 就是你看到地铁 还有一些相关的公车等等 还有医疗教育游物 还有公务员 还有其他等等 这样加一加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对英国人民来讲 他们的生活受到罢工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 尤其你看到像是到了这个月 其实希斯洛基厂也都是有持续罢工的行列 复务节的罢工假期 他们的假期罢工了10天 那今年的5月份要再度的罢工8天 而且这一次的罢工的确也对经济造成影响 因为它是一波一波 而且都是针对一些基础的建设 或是基础的服务来进行罢工 所以也导致他们2月份的GDP是持平的 主要是教师还有其他公家单位罢工的影响 让他们的相关产出是萎缩了0.1个百分点 也让他们的3月份的GDP是下降了0.3% 所以专家都预估了 这第一季他们的经济表现不好的关系 就是因为广泛的罢工而造成拖累经济的活动 我想要请教教授的时候 目前看起来这么多罢工 罢工的源头还是跟通膨有关系 因为大家其实觉得说我荷包真的不够用了 然后因为食物太贵或是交通货太贵 导致我经济薪水上又没有往上涨的状况之下 他们会觉得说日子真的非常苦 所以希望用罢工这样的手段 来争取更多的薪水或是更多的权益 那你怎么看这个未来这个罢工事件 还是会持续下去吗 是我觉得如果目前的 因为英国便利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在10% 那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那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入不敷出 他就过日子就很困难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就眼前的这种通膨的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罢工事件会不断的发生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看到 其实在过去几十年 其实英国因为对于劳动权力的保障 其实也就非常重视 那所以长期来 其实他们也是罢工的算是稀松平常 那包括像以前我在英国念书 有一次我是和老师约好要这个讨论 然后就发现怎么到学校发现都没有人 就原来当天是教师罢工 那时候我还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 那所以突显说 其实就英国来说 其实罢工其实并不是特别不普遍的事情 罢工对他们来说 其实就是跟大家看到在台湾 我们去举个标语表达 我们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一些心声 其实大家可以想到其实蛮雷同的 罢工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 尤其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也常常遇到这个地铁罢工啦 其实老师也本身会罢工 这就是他们很正常表达自己声音的一个手段 是是对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说 其实万一是很好奇说 究竟要怎么解决这个罢工的问题 那不过我觉得可能要回到比较大的这个框架 就是其实英国最近几年的经济不好 其实跟这个2020年英国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也是因为这个英国托之后 这个造成英国出口和进口 自这个欧盟地区其实不断地减少 那还有包括面临一些这个非关税的壁垒 造成说很多货物进口的时候 它其实必须要面临一些这种繁文入竭 那所以也连带地造成这个英国 从欧盟进口的这个食品的费用 不断这个攀升 然后对一般人民来说 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冲击 就是你去超市买的东西的价钱就变贵了 那所以这个也造成最近几年 就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经济 就感觉非常的这个疲弱 那还包括那个通膨也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最主要的原因 的确哦 其实刚刚老师也不断地强调说 其实在英国通膨的议题 真的是现在很需要来解决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部分 像是我们来看到英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CPI的年增率 你可以发现到基本上是居高股价 而且是相当的稳定 稳定的偏高 尤其来看到从去年的9月份 10月份开始 其实就到达了一个10个百分点的一个态势 接下来虽然说稍微有上下波动 但是就是非常稳定的 让他们的CPI的年增率 维持在10个百分点 当然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其实是一个生活上非常大的压力 尤其他们的量价呢 是超过40年来的最大涨幅 而且超市的价格 就算你今天想要去超市 买一些菜 买一些相关的食材来说 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荷包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负担 而且非常重的负担 像是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如果没有看到一些英国的报章杂事的时候 在去年冬天 他们面临到是 我看到一个标题 我觉得非常有感 他们面临到的其实是 供暖 你到底要取暖呢 还是要吃饱 这种非常两难 我们在台湾会觉得非常基础的一个需求 但是对他们来说必须是穷到必须要在两个抉择当中选择一个 但其实我也想要请教老师 当然是我们讲说要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而且非常顽固性的问题 不论是脱公投之后呢 其实让他们的相关的企业投资陷入的停滞 然后让很多制造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还有人力的问题其实也影响他们的劳动攻击 那其实看起来其实是非常制度面了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的新的首相苏纳克到现在其实已经不新了啦 但是他是最近一个 尤其在这么频繁的更换的态势之下 他以财政的背景出任首相 您认为说他对英国的经济扭转的这个力道到底大不大 是 其实事实上苏纳克本身 其实他之前就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 那其实他担任这个财项的时候啊 其实外界对他的印象其实是这个非常好 那特别是当时因为英国在这个遭受到COVID-19疫情的冲击 那其他的策略呢是他的政策是 他推出了很多这种这个旧经济的政策 包括很多的对企业啊或一般民众的一些这个纾困 那所以当时被形容为这个圣诞老公公 那所以这种这个大发礼物的概念 对对所以当时他其实拨得蛮好的名声 但是在他这个担任英国首相之后 其实他面临了一个两难 这个两难就是一方面呢 他其实希望走这个财政准节的路线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必须要在 这个现在这个英国民众其实饱受这个经济危机 他们是需要直接救助的情况 那你怎么样在两者之间这个救助和维持这个财政稳健 取得平衡 那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上任之后 他所要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其实很多外界把这个苏纳克的财政政策啊 把它归类为是英国前手上财切主义的接班人 那其实财切主义其实最主要核心的精神是在于 其实他希望这个政府不要借贷过度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英国的经济已经下雨了 如果你在雨天收散 那其实其实是让一般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所以这也是之前的英国前任首相特拉斯 他下台的原因 是当时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给英国民众救助 然后反而是对富人减税 所以这个对很多英国民众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所以也凸显出这个财切主义 他在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他的困难 就是你要怎么样一方面要这个 这个透过准节 然后维持财政的健全 然后一方面你还能够扩大这个政府的支出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悖论 那所以也凸显出苏纳克接下来 他所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对的确哦 其实要苏纳克来解决 其实算是累积非常久 而且是结构性的经济问题 特别在英国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态势 对的